刚刚我们看到的新庄头前国小的这个地下室 其实将近有四个教室这么大的空间 那么过去这里是同学们口中生人物境的地方 因为流传着非常多恐怖的传说 但是没有想到在经过毕业班的同学们的翘首改造之下 如今竟然大变身变得焕然一新 将近四个教室大的地下室 曾经是校园里最恐怖的传说 同学们口中生人物境的地方 但是也没想到伴随六年的生活空间 在最后一年却来个大变身 这样的改造计划就是在头前国小发生了 因为都很黑很脏啊 很恐怖感觉甚至都会有东西跑出来一样 之前这边的话墙壁那边全部都有灰尘 像那种电风站之前都很脏非常的脏 也没有人会想要去动它 改造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之后呢 这里不再是小朋友的境地 有钱的购买必要物品 所以这个地下室能改造成如今明亮宽敞的空间 首要工程绝对是出钱出力的家长们 因为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 接水电刷墙壁清地板 只有用他们专业的机器 才能够呢把这个地板洗刷得很干净 那我们这一个大概有将近四间教室大的一个空间呢 也真的就是靠家长会靠志工很多的人同心协力来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旁边呢也做了探照灯 因为如果挂作品的时候也会是需要的 如今空间腾出来了 也借由同学们的巧手地下室变得缓然一新 未来这里会是校园静态活动的重要展示空间外 也是上课的好地方 当作是一个儿童作品的一个展示 就像是一个艺廊一个画廊 也可以像低年级如果要来说故事比赛 说来唱游或者是什么 甚至呢体育老师呢来这边做地板运动 其实都可以的 并不限于一定只能做什么使用 校长再三感谢家长会全力支持这项空间改造计划 甚至还亲力轻微的有空就来做苦力 这等深教严教主以作为同学们最佳的典范 也是最好的生活教育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